我希望你一直把她放在你身边 每当看到她 你都会想到我 这位是一个员工专属的 有了她你可以随意地进入明远大厦 而且还可以进入我的办公室 这整栋大楼里边除了我以外 只有你可以详细输入 谢谢唐总栽培 我一定会加倍努力好好珍惜的 如果你让我看到没有什么偷懒的背包 小心我把卡收回你 是 加油工作了 也请唐总加油 我的未来就掌握在您的手上了 你看一下喜不喜欢 是 云锦是要让我拿给秀坊的吗 当然不是 那 送给你啊 嗯 这个东西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你就把它当作是你辛苦了这么长时间 我给你的一个奖励吧 什么东西啊 我看看 张段 张段 莫菲 你也太有钱了吧 居然买得起张段 这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 那怎么跟你的包放一块 这是 唐总 唐总 唐总送给你的 他老早就过来等你了 我看他车里拎着这袋子呢 你说 你俩去外边干嘛了呀 我俩能干嘛 这光连华一只佳的 那有什么不能干的呀 我不能保证你在巴黎的每一天都是晴天 但我希望这些灯 可以照亮你的每一个夜晚 原来他是喜欢我的 来 这 冰淇淋啊 是啊 你姐姐特意跟我说啊 你从小就特别喜欢吃这个冰淇淋的 这个产地和材料的 评价 评价 也定一批 好 请拜拜 去去去去去 明轩 你怎么一大早就收快递啊 这是什么 不知道 打开看看喽 小心 好软哦 这是什么 这是菊红糕 这是江浙那边的小吃 这我吃过 云片糕 谁给你寄的啊 谁给你寄的啊 不然是你家唐总 你说他工作那么忙 怎么还有空给我寄这些东西呢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这恋爱当中的人啊 常常会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今天是我们俩相识的第两百天 今天是我们俩相识的第两百天 之前我装作不记得了 就是想今天给你一个惊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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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这是上次你在巴黎给我准备的那些小灯泡啊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回巴黎了 但是我要让你知道我对你的爱 就和第一次跟你表白一样 而且呢 只会越来越多 开心吗 我可以请你跳个舞吗 可是我不是很会哦 我也不会 我可以獎个小灯 就必须要注意 第一个小灯 这个是我的小灯 也不 Few neither 可以 有小灯 很有力 你好 没有 你好 没 快 在那些地方 这个是你的大灯 终要注意 你好 有力 我还没有 莫菲小姐 你愿意嫁给我吗 这样跪着很痛啊 再跪一会儿 只要你愿意嫁给我 活跪一天都可以 这首歌 我好 送一个礼物啊 什么呀 看看 这个你怎么带来了 怎么还留着呀 仔细看一下 仔细看 莫菲 老板娘 我可不要当老板娘 我需要当老板娘 你说你这小家伙野心还挺高的 我是老板啊 你是我老婆 你是不是老板娘 你是老板 谁认识老板娘 有证据吗 拉出来看看 穿一下 我要仔细看 唐明轩 莫菲老公 你懂了 你怎么把我衣服脱过来了 你什么时候发现了 我早就发现了 我知道你打算 结婚的时候穿 所以呢就做了一件 风格差不多的 怎么样 满不满意 软软的枕头 我想要 在我小的时候十岁的时候 我是第一次来到 现在我们办婚礼的这个场景 那天下午呢 我遇到了一个五岁的小女孩 她的手里边拿着一个小狐狸 还有一本童话书 那一天 我们俩就是在这个地方 度过了一个非常 美好的下午 我还记得那一个下午 她一直在跟我讲述一个 小王子的童话故事 二十年后 缘分 让我们又相遇了 我又再一次带她来到了这个草坪上 我非常忐忑地问她 我说你还记得我吗 你知道发自内心啊 我是多么地想听到她告诉我 我记得 但是她跟我说 我只记得有一个黑色的七星瓢虫了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早点告诉你不就没有惊醒吗 可是我那个时候才五岁 我怎么记得住啊 今天这一切 感觉像是做梦一样 就像是梦一样 就像是梦一样 我们两个是用了二十年的时间 我今天从梦里走到了彼此的身边 我们相遇 再到我爱上她 直到今天 你就要成为我的妻子了 从今天以后啊 我是唐先生 你是谁 我是 你的唐太太 老婆 老婆 我爱你 老公 我也很爱你 你 老婆 老婆 你 我来